你敢信吗 姜子牙竟然成了独臂大侠 地心断地之仇 你给我当真 而此时的地心正在系统中抽奖 恨么的石连 抽连的毛都没有 太草蛋了 再抽最后一次 恭喜宿主抽的三九小玄弓一侧 习的二十七遍 起飞起飞 变化 红军到左 请宿主限时点 红军是你能变的吗 靠 红军不能变 变得小达吉总能成吧 还好 没啥感觉 试试看魅惑能力 给碧儿发动了魅惑术 魅惑成功 碧儿参见娘娘 碧儿来扶娘娘吧 我魅惑了我的小宫女 特么我这是自己 被自己扣了片青青草原 隔日 毕心变到了露台检查工作进度 这工程真是够乱的 都给孤庭下 你们的分工是谁安排的 大王 是臣安排的 当初为先王修建 王陵建造皇宫 都是臣主导的 我说皇宫的质量怎么那么次 原来是你建的 恨惊 你就扯淡吧 这可是我引以为豪的两件事 若是大王信不过臣 可以另选贤囊 且装个大伤 但我不信还有人能搞定这个大工程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孤给你掌杖见识 分工协作 动步 在地心的一番指导下 现场瞬间变得井蓝有趣 孤建议 物品部件因标准统一 并进行编号 如此一来 查找追缘将会非常简单 大王盛名 大王如此睿智 简直有成汤之风 哦 工匠支流木不实钉 想让他们在铸造之物上刻字 谈何容易 只需一个编号即可 我大伤一切革新 就由孤来造出一套字吧 报警 竟然想要造字 做梦去吧 万物初始 一切皆无 变为零 天地开创 万灵诞生 鬼之一 以此为推 便是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无穷极也 这些数字 无名之外 大商数字 话音刚落 漫天霞光 天球上红军那巨大的身影 再次浮现 地心开创大商数字 方便万万 功德无量 天道感知 克军克其行 铭记天地 为后是一万生灵所见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再被天道认可 获得天道功德 竟然是鸡昌他们家的负面值 看来他们开始未受得理苦恼了 让姑再加一把火 对了 商城下 遗旨 西伯侯之子 博弈考 命格尊贵 素有得名 命西伯侯力博弈考为世子 日后成继西伯侯之位 西伯侯三子 鸡蛋 文韬武略 赤命为车骑将军 领袭起兵马士 臣遵旨 鸡昌 姑倒是要看看 当你的三个儿子反目成仇时 天下会是什么表情啊 你们就是摘下招显榜的人 听描述这两位应该就是汉之仙和碧霄吧 你这人 为何用这种古怪的眼神 看着我们姐妹 碧霄仙子说笑了 嗯 你竟然知道我们姐妹是谁 批地开天成道行 三仙岛内练真行 三娇女儿无数多 男眼节叫云必穷 三仙子大名鼎鼎 何人不知 何人不晓 再说汉之仙 风带内藏乾坤 我等又怎能不知 你们知不知道 没错 这正是我等常挂在嘴边的话 三仙岛的三肖仙子 还有汉之仙子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这人间帝王 没想象的那么昏愧呀 这商朝人说的话 怎么都这么好听呢 就这样 在地心的彩虹屁下 梁女被忽悠的心花怒放 答应留下赚取功德 报大王 梅国的梅国 乙大王不尽神明知名反了